嗨,我是九月 你们都爱的我挑战这个二次元煎饼 没问题,难不倒我 再加上这还有个万人写书 那就坐吧 妈妈,那我去 为了对得起大家的信任 老婆饼肯定要画老婆嘛 你看吧,我就说我也能画出来 绝了起来了 没问题 难道我 画个锅再试一次 又要重新再画一遍了 还是有点见 轮廓线都不见了 嗯,肯定是锅的味道 再画个锅 轮廓线倒是很清晰 但是根本没有一点层次 嗯 再换个锅试试 这次一定能成 我发现锅还得粘 锅底稍微有点附着力 画好的面糊才不会翘起来 因为做好的饼要翻过来 所以在锅里的时候 还得反着画 画好的线稿 开小火烤到变成金黄色 卡尸如的火力较小 用燃气灶 收热会更均匀 我后续封了四个层次画 按顺序一次涂上面糊 每次涂好烤到变色 再涂下一层 这样就会有丰富的层次变化了 记得留给眼睛 皮肤和头发的高光 最后整体盖上一层烤熟 准备好了吗 中间除了因为面糊填起来失败呢 有这种糊成衣团的面摊少女 只有现岗的单薄少女 用力过猛的黑少女 不知道为啥起泡了的豆坑少女 最后怎么算做出来了 结构清新 层次分明的二次元老婆饼 真的不能小看任何人用来吃饭的手艺 拜拜